欧文惨遭勒布朗清点新秀挑衅 他一句话都没说 最后这样教训 老司机带你弯道超车 看咱瞧 欧文刚去卡尔特人队之后 过得很是愉快 他带队取得了一波16连胜 第16胜就是在老瞻清点的新秀头上拿的 2017年11月底 独行侠队阵卡尔特人 当时勒布朗特别看好独行侠队的丹尼斯 称其是2017年新秀中他最喜欢的一个 比赛开始后 丹尼斯和欧文相互对攻 打得精彩 但也发生了不小的冲突 丹尼斯在第一节四分多中下快攻时 被欧文犯规打到头部 他走过欧文的后面时 欧文以为丹尼斯想要挑衅自己 把手抬了起来 无意中走了一下他 这可把小将惹恼了 冲上去要和欧文对峙 朝着他狂喷垃圾话 但绿军的球员们都很冷静 塔图姆直接从后面抱住了欧文 推开了丹尼斯 冲突最终没有扩大 但欧文岂能容人小倍逞强 第一节他六投权重 其中包括三季三分拿到18分 帮助卡尔特人建立了12分的领先优势 第二节欧文又接连命中两球 他前九次出手全部命中 在卡尔特人历史上只有三名球员 做到过这一神技 半场结束时欧文拿到25分 但独行侠还是完成了反超 这第一次节比赛还剩9分10秒 卡尔特人落后11分 欧文踢挂上阵 带着绿山军打出一波12比2的高潮 迅速将比分破进到只差3分 最后欧文单打费勒尔早成犯规 两发全中 紧接着用命中三分分差还差一分 好戏还得玩 假设在一开始独行侠限得4分 欧文连续两次突破将比分搬成100匹 随后用命中跳投拿下卡尔特人前6分 最终卡尔特人以110比102恰时去胜 欧文全场轰下47分和6次助攻 对面的丹尼斯仅仅16投4中拿到8分 欧文给他好好的上了一课